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深圳看電影 分享一下我在大眾點評買電影飛的過程 首先在大眾點評手機打開 看到電影演出 按進去 有很多軟線資料讓你選擇 找到自己適合位置的電影軟 那我就找到這個博立國際影城 在黃庭廣場 接著就選擇深水電影 在這個位置按進去 然後就選擇日期 選完日期 它就會有很多長數給你 選適合你自己的時間 的長數 如果是港產片的話 大家記得就要選擇廣東話 看起來就比較親切 通常就有很多長給你選擇 那價錢呢 都列在 右邊 那影片和長數選好 當然要選擇 當然要選擇位置 座位也是讓你自己選擇的 那最前面的位置 就是這個銀幕 那後面就是座位了 當然要選擇 當然我當然選擇 最後 可以的話 因為都是迷你電影院 就比香港那些大小小的 那麼多 那麼我們 付完錢之後 就會有個二維碼 發送到你的手機那裡 那麼我們去黃庭廣場呢 就在福田口岸過去 坐四號線 兩個站就到的了 去到黃庭廣場 附一層呢 入到戲院 就在這一部機那裡 送你的二維碼 那麼它呢 就會有兩張戲票出來給你的 那麼就憑票入場了 每人一張票 那麼我們那天去看的 是九龍城寨廣東版 那麼就十二點多鐘那一場呢 就是四十七元一張票的 那這間戲院都挺大的 有很多這些消遣 讓你可以在這裡等入場的時候 無聊可以扭一下球啊 或者有一個按摩椅 讓你消磨時間的 另外我見到還有一個 鹽眼的角落 那我都覺得幾奇怪的 在戲院外面有 大堂那裡有個鹽眼 那這裡呢 就小賣布啦 你可以買些 炮谷啊 飲品啊 這樣進去看戲 那它那個環境又都很舒適的 還有那些音響呢 是很度比的 很立體 很OK舒服的 在大陸看戲 還有價錢 都比香港便宜少少啦 不是說便宜太多 那但是呢 如果你說過到那邊 走到累了 那可以 選一場戲看都OK啦 我個人覺得 那看了這個九龍城寨 我也覺得幾好看 好了 關注分享到累了 拜拜